使用MHMMM电脑板的时候 你可以把我们的虚拟摄影棚的画面 当作是网路摄影机的画面 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独立视窗来做分享 那两种的解析度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这地方你要稍微留意一下 如果你想要把它当作是网路摄影机的画面 解析度会稍微比较差 但是你可以像这样去操作 把网路摄影机直接选择MHMMM Camera 那这样就可以把我们的虚拟摄影机的画面 把它加入到这边来 由于视频会议系统的限制 所以通常这种网路摄影机的解析度不会太高 如果你有比较高解析度的需求 那么我建议您可以从我们MHMMM电脑板的选单 在视窗这边打开广播 它可以将我们的虚拟摄影棚画面变成一个独立的视窗 那我们在会议系统里面可以透过单个视窗选择 Share this 这个MHMMM的视窗 那这样子呢 它的视窗解析度就会高很多 此外有几个地方需要再留意一下 就是这个视窗建议最好放大到全萤幕 而且尽量把它保持在最上层 不要用缩小 因为我有发现有些视窗会系统 如果它不是在最上层 比如说Room它就会停止输出 那第二个如果你是在Google Meet里面 你把它缩到最小 那这个时候它的画面可能就没有输出 所以不同的视窗会系统可能会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 您需要再稍微测试一下才会比较清楚 这就是这个视窗的视窗会系统